各位好,現在來講一堂很重要的課 不管你是鼓手、貝斯手、還是吉他手 玩任何樂器的人 相信這堂課的內容都可以讓你有所收穫 首先我們來講一個小小的簡單的故事好了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在Nakashi裡面當樂師 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全家都是在就是所謂的Nakashi做表演 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進入這個行業 但是他在裡面打鼓的時候 他並沒有學過一些正統的音樂教育訓練 所以他從來不會算一二三四拍 Samba、Swain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節奏 這些節奏他全部都是用聽的 然後把這些聲音記下來、背下來 用他的感覺去演奏 相信很多的音樂的傳承都是這個樣子 特別是一些民族音樂、傳統音樂 但是這些民族音樂跟傳統音樂 他們的特殊的記譜方式 大部分不是透過我們所知道的賺拍子的方式來記譜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流傳的很好 甚至可以昇華成為某些藝術的形式 這是有他們的原因的 在理解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先來講一下律動 先來講一下節奏好了 節奏是最常有人說的 常常有人說節奏感 常常有人拍影片說教大家怎麼樣 快速的提升節奏感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XX應該會得罪人 首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節奏 所謂的節奏它是一連串的時間點 就叫做節奏 例如某一種敲門的暗號 這就是節奏了 在我敲集這些節奏之前 沒有人能夠預測我會敲出什麼節奏對不對 廢話 我如果敲一個別的節奏 是不是沒辦法預測我會打出什麼樣子的節奏 所以節奏它沒有可被預測的必然 但是節奏由於它的時間點是經過思考而下的決定 串連起來的 所以節奏某種情況來說它像是一種 具有一種鋪馬 講的簡單一點 它具有某一種類似語言的功能 我們剛剛打的那個 你會知道這不會是在自然界當中偶發的聲音 這一定是某個人為操作出來的一個暗號 帶有一點意識 雖然我們不見得能夠很具體的指出它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你知道它是有含義的 這就是節奏的意思 那什麼樣叫做節奏感呢 節奏感其實它是一個很抽象的 我覺得是一個不好用的詞彙 它說的並不清楚 我覺得比較好的說法是掌控時間點的能力 你怎麼樣決定把你的聲音發在一個比較理想的時間點 好讓這一連串的時間點 串起來之後 像是一個自正腔圓口條比較好的人所講的話一樣 例如 我來飾演一個節奏感比較差的橋法 可能是這樣子 再一次 因為這個節奏感比較模糊比較不具體 它心裡面想的可能是這樣 但是如果它決定的那個時間點比較模糊的話 可能聽起來是 聽起來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節奏性比較差的一連串的時間點 好 基於剛剛的說法 所有關於節奏的訓練 其實都是時間點的訓練 這一點我們等一下要講到拍子 會回過頭來跟這個節奏的訓練連接在一起 在講它之前 我要講一個更重要的東西叫做律動 什麼是律動呢 律動就是力量以一種可被預測的規律持續的循環 例如說四季就是一種律動 春夏秋冬是一種律動 當你在搭火車的時候 經過某些特定的路段 鐵軌可能會發出一個可以被預測的那種 類似這樣子的律動 這樣子的循環是可以被預測的 所以講到這裡我想要反駁一下 有些人認為律動就是拍速要非常的穩定 才叫做好的律動 在大部分的情況來說 這樣的講法是對的 我們若是以鐵軌所發出來的聲音 那個例子來說的話 火車加速的時候 這個每一次循環的周期的變快 我們會感覺到有一種速度被加快的感覺 但是我們並不會覺得 同時不好聽的律動 同樣在很多經典的錄音過程當中發現 可能速度有點變快了 但結果那樣反而比 從頭到尾一致的速度還要好聽 所以說從頭到尾穩定的拍速 並不是律動唯一的審美標準 律動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暗示 講到這裡我要用一個鼓來做示範 我要演奏一個很簡單的律動 你聽聽看 我演奏過幾次以後 相信你就已經可以預測到這些聲音的循環 以及下一次的重音輕音會出現的時間點 所以它是有一個暗示的功能的 更進一步的說 如果我把這個演奏在中途把聲音mute掉 但是那個律動仍然在我心裡面運作著 也會在聆聽的現場聽眾的心裡面運作 所以它並不一定會覺得聲音有中斷的感覺 這是我所說的律動具有暗示性 聽聽看 有沒有發現 偶爾我把聲音停下來了 但是你不會覺得聲音有解體的感覺 接下來我要做一個比較負面的示範 我故意的去破壞這個律動 你可能會覺得那個暗示性就 越來越弱了 甚至會瞬間解體 聽聽看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裡可以呼應到一些 平常在上我的課的人 常常聽到我所說的 我不介意你們在演奏的時候出錯 重點是 你要在心裡面先建立起一個你想要呈現的那個律動是什麼 所以即便是你的手出錯了 可是你心裡面仍然有一個很堅定的律動會帶著你繼續走下去 所以你的音樂聽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如果你心裡面只記著你的手的肢體怎麼樣去運作跟搭配 那就像是做體操一樣 當你心裡面沒有律動的時候 你手可能會變快變慢 差了一點點你心裡面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聽眾其實會察覺的出來 接下來我要講拍子 拍子它真正的意義 對我來說拍子不算是音樂 具體的說它應該是一種 我們在時間上所做的刻度 我換一下吉他好了 最常見的刻度就是把一拍四等分 或者是把一拍三等分 例如像1EMR 2EMR 3EMR 4EMR 或者是1Tita 2Tita 3Tita 4Tita 這些拍子真正的意義是用來釐清那些聲音會落在哪個時間點 有點像是在畫圖的人所使用的方言紙或者是稿紙 幫助你快速的找到弧形的定位 拍子就是幫助音樂的人找到聲音的定位 但是回到這一則影片剛開始講的 關於一些口耳相傳 憑感覺跟憑記憶 憑身體的律動去感受的這些節奏型態 這些律動 他們並不一定符合這些四等分的拍子 或者是三等分的拍子 也不見得是四拍子或五拍子 六拍、七拍 都不一定 因為在他們的音樂文化裡面 並不是一開始就有這樣子的拍子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Clave Clave是在古巴音樂裡面常常會出現的一個算拍子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節奏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這是其中一種Clave 再一次喔 最常見的一個學習Clave的方法 但我不覺得它是一個好方法 是1、2、3、4的拍子先算出來 然後把Clave對著這個1、2、3、4的時間點 定位 所以聽起來可能是這樣子 1、2、3、4 1、2、3、4 1、2、3、4 如果速度快的話變這樣子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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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遇過一些樂團的指揮 或者是一些考試的人 他要考一些帶有Clave的拉丁節奏的時候 會給考生算1、2、3、4的拍子 其實這是不對的 Clave的精神 它存在的意義就是算拍子 在這些Clave的傳統音樂裡面 其實並沒有1、2、3、4的概念 而是 對著這個節奏 也就是Clave 其他的打擊聲部或者是旋律的聲部 就自然而然會知道他們要演奏在哪個時間點 但是我們在學習這些音樂的時候 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拍子只是我們用來衡量這些時間點的工具 也因此我們需要透過1、2、3、4的拍子來學習 這是無可厚非啦 不是每個人都有一輩子的時間去感受這些音樂 我們會硬性規定 必然落在四連音裡面的哪個時間點 或者是三連音裡面的哪個時間點 用這樣的方式去 硬性的安插這每一個節奏 每個聲音該出現的時間點之後 這個節奏反而沒有它的 傳統形式聽起來那麼自然好聽 沒有聽起來那麼有彈性 原本這些節奏 就不是固定在這些拍子的結構裡面 有些程度比較好的鼓手 比較進階的鼓手 他會知道 當你打得很準了以後 要開始學習打不準 所謂的打不準 其實是說時間點裡面 它有一些曖昧的空間 我們也可以說這個是 in between 這些刻度跟刻度之間 我們很難說它是 具體的落在哪個時間點 它有一種曖昧的 含糊不清的語感 但是我們需要去記住那種感覺 總之時間是一個很複雜的 而且很巨大的一門學問 我後續還有很多關於時間的課程 會慢慢的分享給大家 包含怎麼樣幫助大家訓練你的時間感 當然我也會分享一些 節奏感的訓練方式 請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這些陸續出現的課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